好,2023年A2B的2A 2A的Focus會放在這個Marketing 這條題目的重點就放在Market Positioning 這個之前也推出過一次,要先給解釋 第二,給完解釋之後,其實重點是要放在一間新成立的Airline Company 所以,那個部分來說,其實重點是先要解釋Market Positioning Market Positioning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究竟一間航空公司可不可以作出他們的服務 或者是他們的產品,可以作出一個圖片 然後將這個圖片可以推出到他們的客戶 例如,你的航空公司的形象是怎樣 例如,你是想把定位提供一個最好的飛行體驗 又或者,我們不是你,我們是廉航來的 我們可以用一個便宜的價錢,可以帶乘客去世界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個重點就是要告訴別人是建立一個形象 所以,你見到,在這一條來講,你見到 考生都是搭得相對地是一般的 即是,他寫著欠佳 所以,這個都要留意,究竟的解釋是什麼 回到考生,你見到他搭得好的地方 你見到他建立一個好的形象 在顧客腦裡面,營造一個航空公司的形象 下面,他也給了一個例子 你見到他的例子寫著 他寫著,有一個待人親切優麗的形象 即是,好的服務,我估計是想說的 所以,令到人們繼續去光顧他 所以,你會看到,這兩樣東西很重要 究竟可不可以製造一個圖片 第二就是,Project的圖片 在他們的Target Customers的Mind裡面 所以,大家要留意